所有的四大菩萨 悲、至、怨、恨 都是约自己根本的佛性果德上面去解释的 所以在根本佛性果德上 虽然方便说悲、说至、说怨、说行 那都是整体果德的大象 所以各个称大 但是果德上面的种种大象 必有他的信德的流言跟铺书 若是不能铺书怎么叫做佛性 不能够流言怎么叫做佛德 所以在大院的院子上面就表大行 那个愿望从原心 原心之中必定能够启成种种担当 启成种种成就 所以在担当成就上面就叫普贤 普者周辩意 贤者成就意 所以哪一个普贤 哪个周辩 哪个成就 不是根本的原心 不是本来的面目的流出 所以在这个上面所普贤因大悦 文书表大智 大智是从决心上面 必定能够随缘普照的 骗照的根本的佛体的庄严 所以大智的智从之从日 日表骗照 就佛德上面就他骗照的这一个角度上看 那就是一切 随缘当下的种种的新名与透析 所以文书表大智 文书是讲到根本决心果德的文采 非一切世间之所思量 所以方便称之为文书 观音表大悲 既然能够知道果德之中的大照 与根本性德流露出来的大行 所以就在决体上 可以看到性体全体的称量 那哪个不是决心之中同体的呈现 虽然陷阱种种差别 但是之所以能陷差别 是根本大绝的同体 是何谓同体 陷好陷坏 好坏虽然有差 可是能陷好坏的绝好绝坏 决心可能有益 合成有益 所以说是被决都见种种万差 若是合决 那就在万差当前 你自然就能够证得一如的本来 那叫观音 所以那个观音 表示念念能够成就一切观 念念能够启程缘起的传想 传想为因 又在地藏上面讲大愿 这个愿就表示怀回头之一 所以 浮行的愿是根本直下的担当 地藏的愿 那是根本明白担当时的 念念回头 就好像你在种种差别之时 你明白能性差别的根本都是觉体 那就在差别当前 它就有回头的种种智慧 所以叫做众生度尽 方真菩提 所以唯有地藏 现 生文带体录帽像 也表示 你明白 如是决体的当前的扑书 就在当前的扑书上面 哪个扑书不是过去 尘世间的种种 纷纷攘攘 但是在纷纷攘攘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你 根本明白决体的进尺 就那个进尺像 就是生文像 但是那个生文的进尺 它是念念照料自己根本 五方的本来的圆明 照料根本五方本来的 佛的一体一如 所以戴毗如帽 所以在一切感觉上面 都是大觉能够进尺一切的明珠 所以手中掌持夜明珠 但在一切随云当下 哪个不是根本进尺的 是大直道的 本来的 毁宏的智慧与气度 所以更持习仗 能破地狱 总之来说 从佛体上 从文书开始表起 因为就从大照开始说起 照必而有行 行所以才能知同体 既然知同体 所以他就能够念念成就回光 念念成就八计 所以说 普贤愿望是愿之首 说大愿地藏是愿之用 这里面要清清楚楚 明白佛性就是了 阿弥陀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